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表示 如果民主党议员做出让步 他将同意为美国邮政服务提供至多250亿美元的资金 特朗普说 当然 如果他们给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话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指责民主党人在国会 就新冠病毒救援工作的谈判陷入僵局 阻碍对美国人的援助 在周五早些时候的一系列推特中 他写道 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姆努钦 准备向所有美国人直接付款 并表示 他已经准备好让财政部和小型企业管理局 发放更多的之前立法中获得授权的薪资保护计划资金 他还表示 他准备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 但是没有指明是哪个机构或者机制 他在每条推特的结尾都写道 民主党人在拖延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